大家好,我是阿胖 今天用一把韭菜,分享一个健康的吃法 做法也简单,把韭菜的老头去掉 先放在碗里备用 再把韭菜叶子切成短 切好之后,在韭菜里面打入一颗鸡蛋 搅拌均匀 放到搅肉机里面,把韭菜搅碎 搅好之后倒在一个大碗里面 香里面分次少量,加入小麦普通面粉 面粉韭菜搅匀之后 下手感受一下面团的软硬程度 如果太软,就加点面粉 太干,就加点清水 感觉到有一点软,再向里面加点面粉 最后揉成光滑面团就可以了 揉好之后盖上盖子 先放在一边醒着备用 这里准备了一块鸡胸肉 先把它切成片 最后切成丝 最后改刀切成丝 现在向里面加入食用油 料酒 白胡椒粉 蚝油 少量淀粉 食用盐 搅拌均匀 搅匀之后放在一边腌着备用 切点葱花 按板上撒一点干面粉 取出面团 再揉一揉 揉好之后,整成圆饼状 取出擀面杖,把它擀开 擀成厚度约2毫米的大面片就行了 接下来先把它切成条 可以用擀面杖 这样切得更直一些 然后再改刀,把它切成菱形 菱形的块不要切太大 上面撒一点干粉防粘 最后把它揭起来 全部煎好之后,摊开 防止粘在一块儿 油烧热,加入鸡胸肉 开大火炒至肉色变白 下入葱花爆香 全程大概三分钟,就熟了 另起一锅,水烧开 把切好的韭菜叶子下到锅里面 再根据个人口味加入食用盐 切掉的韭菜梗也加到锅里面 出锅前放入炒好的鸡肉丝就可以了 这样做的韭菜面吃起来非常鲜嫩 有韭菜的香,而且还是特别香 非常好吃 做法也不难,老人和孩子都喜欢吃 喜欢的话可以先收藏起来 有时间的话做给家人粥 谢谢您的观看